未来两天美国东部很多地方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 这期中呢明天主要是美国东南部这一带会有中道大雨 后天呢尼赫尔东北侧的偏南风显著的加强 那美国东部呢会出现大范围的大道暴雨 另外呢明后两天在北部平原到武大湖西部这一带 会有范围比较大的雨雪天气出现 偏西偏北的地方呢是以降雪为主 局地会有大道暴雪 偏东偏南的一些地方则是以降雨为主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自尖 好的不少单 各位听众这里是吕婷子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 稍后请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刘超 金属器我选一开德 一开德一个只做金属器的品牌 一开德二零二一年被中国国家南极科跑队选为指定进水品牌 双十一线上线下将会多多 双色球十二亿大派奖竟在超级造族节 十一月一号起连续派奖二十七 大奖小奖都翻番 担注可动两千万 从踩双色球 可以弄造族 我们经验少二十年了吧 是啊 你状态真好 越来越有气质了 别急了 前阵子工作特别忙 我家那位啊 特意给我买了燕之乌碗奖 让我好好调理调理 燕之乌碗奖 就是赵丽颖也在吃的那款 是啊 这燕之乌碗奖可都是清炖的好燕窝 口感特别好 我这一周都真是一个月了 快快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涨 别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真是错 这燕之乌碗奖 你都在哪儿啊 就直接打燕之乌碗奖电话呀 4008826669 不用出门 直接送货到家 大家好 我是赵丽颖 是燕窝 我是选 外国来的 是燕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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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燕窝 留在那里 affair 居然红窝 乐풍 是燕窝 北京世界上的 都是红窝 是燕窝 不 韩人 是燕窝 2 2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庞颖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上场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泽罗斯斯基斯 发号表示 此今年下半年以来 这种欧洲经济促速的力量 已经激动消退 欧斯兰立机造成的冲击战区上风 这次影响 欧洲经济市场前景 此前